歡迎你們練習吧 優途裝置 四歐姆 兩歐姆 跟全部 其實如果你算出第一小題跟第二小題 這樣你答案就出來了 因為總提供就是 總消耗 總消耗就是總提供 那問題是 你要算四歐姆跟剛才一樣啊 你要算四歐姆你需要知道誰 你需要知道電流或者是 電壓嘛 總電壓三不特 不是四歐姆三不特 四歐姆只分到一點 那你會算電壓嗎 或者你去算電流啊 它是串聯嘛 所以總電流跟分電流會一樣 那就然後找到 不管你找到電壓找到電流往裡面帶就可以 往裡面帶就好 OK 然後停車站接問 請問您 第一個小題 第一個小題 四歐姆的多少 他都是問每秒鐘 每秒鐘就是問功率啊 每秒鐘就是在問功率 來 大帥哥 23 23 23 你說1嗎 1 1 這麼好的數字啊 來 知道R還需要知道I或V 我要求I求V 我習慣上我會求I 因為它是串聯 電流會一樣 然後呢 所以我就算一個 就等於知道全部 那我要算的 就因為所有電子都告訴我 就有總電子 然後有總電壓 總電壓 總電壓可以求總電流 總電流跟分電流會一樣 所以往裡面算出來 我的總電壓三伏特 總電主4加2加起來 所以算出來總電流0.5安培 就是分電流都是0.5安培 然後呢 就 有了I 有了R 就可以帶I平方R 所以就往裡面帶 乘 答案就是一瓦 結束 那比照辦理 兩歐姆勒 應該就完全一樣嘛 除了電主值不一樣之外 其他都會 一樣嘛 想法也應該是可以完全一樣 當然我講過你可以 換成別的想法 比如說你去算伏特出來也可以啊 你可以算伏特出來也可以 可愛小女生 沒有小女生 還是抽不到小女生 8號 8號 一共這樣 你說0.5嗎 請坐 你的答案叫做0.5 好 講過了 電流是0.5嘛 剛剛算 前面上算0.5嘛 所以一樣再帶一次嘛 好 答案就是0.5 還有一個方法可以算 如果你對公式很熟 數學很好 你可以用比的方法算 你可以用比例的方法算出來 因為電流一樣 I一樣 所以公率跟R乘 正比 所以 就可以知道 0.5 這也是個方法 好了 我說過了 你算出1 算出2 就等於算出3了嘛 因為總相號等於 總提供 當然你可以認真去算啊 帶一次P等於IV去算 當然也可以了 OK 我們找一位 雖然我說等於不用算 可是我們還是 找人問一問好了 問問這個大哥叫做22 哇真是 你被假扮不行了 你還在那邊跟我 多少 1.5 1.5 真的很不想要認為你答對 這樣子站起來也可以撐那麼久 那你明示你把它加起來就好了啊 那你明示你把它加起來就好了啊 總消耗等於總提供啊 那我們讓你各位練習一下吧 P等IV來做做看吧 算一下吧 那剛剛不是有知道電流多少 0.5嗎 V多少 三福特嘛 那因為沒有電流這個公司 因為沒有電流這個公司 不是只有P等於IV嘛 所以才就1.5嘛 就算出來啊 就是這樣子 好 一個也算是很簡單的小練習 OK嗎 有人有問題嗎 有人有問題嗎 沒有 很好